嘟嘟嘟嘟嘟嘟 大家好,我是小龍草 這兩天大家是不是被黃黑龍虐子亂七八糟呢? 但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就知道我們今天要更新的不是通關影片 而是裝備的測試影片 黃黑龍套裝裡面增加了兩個奇怪的套裝效果 一個是耐性變換屬性也是這次要討論的重點 另一個技能則是全屬性耐性強化 馬上來看到耐性變換屬性 那我們第一套測試的裝備就是用帝王金雙劍以及六兵截和三黃黑龍所做出來的 有530點冰屬 而作為對比的則是我們把所有的耐性都堆滿之後 則是有570冰屬 認真比較一下的話就會發現我們的屬性耐性差了80點 所以屬性值就差了40點 所以約20點耐性會等於10點屬性 那如果只跟屬性有關的話 馬上就可以來做新舊套裝的對決 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小夫吧 這是小夫和真人版的小夫 這是小夫龍 首先登場的是冥刺龍套裝 這是他拔刀後的屬性值和彗星值 這是大家都會的冥刺龍配裝 這是測試前的100%彗星的樣子 這是新爆的傷害 接著看到的是二黃黑三明翅的裝備 這是拔刀後的屬性以及彗星值 這個是測試前100%彗星 這是我們的配珠 可以看到這個傷害跟上一個傷害是差不多的喔 因為他們的屬性值其實只差了10而已 但是呢我們的耐性啊還有配珠的空間會變得比較寬裕 所以於是就有了這套新的套裝喔 影片差不多到尾聲了 那其實三件套黃黑龍跟兩件套差別並不大 我個人想到最暴力的套裝大概就是只能長這個樣子了 下次見啦 掰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